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小林来给我们讲情绪管理 因为在碰到很多朋友生病的时候呢 不只身体会受到疾病的影响 连心情也都是的 尤其不只病人本身还有家属朋友都会有一些焦虑的感受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小林来到这个讲座 那在讲座开始前呢 先提醒大家一下 讲座中期间麻烦麦克风都要关闭 我们讲座会录音录影 但是后面的Q&A时间 我们就会停止录影的功能 所以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哦 好那不赞用大家时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林 好大家好 我是加州注册的临床社工心理咨询师杨晓宁 谢谢Tina安排今天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交流活动 那我作为咱们基金会的志愿者呢 我也了解到我们很多的会友和家人 在治疗和康复的期间都会有各种情绪的困扰 特别是在得知自己生病的初期 会有紧张恐慌焦虑这样子的情绪 那么这些情绪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治疗和康复的效果 也会让我们和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呢 有一些变化 所以呢今天Tina呢 想要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如何面对生病之后的情绪起伏 这样一个话题 那两周前我告诉Tina 我说我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叫做 哀伤与自我关怀 然后Tina就说 小林啊我们很多会员 他们都有焦虑和抑郁 要不然你就今天谈一谈焦虑吧 然后我对Tina说呢 我说我会谈到焦虑情绪 因为呢他们都是哀伤的表现形式 其实呢在我自己从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 做心理咨询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最开始过来找心理咨询师 其实并不是在关注自己 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变好 而是想要去探究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起伏 我怎么就是变成这样了 也会担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呢 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 它还会好起来吗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通常在心理咨询开始的 比较开始的阶段呢 心理咨询师通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些心理健康知识的科普 我们和来访者呢一起去探究一下 这些情绪起伏也好 心理疾病也好 它的因在哪里 你比如说焦虑 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有遗传因素的影响 有个人性格特点的影响 我们也会去探究一下 你是不是长期的处在一种 比较紧张的社会环境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 当然也会有一定的生物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这个分泌水平的一个变化 这些呢其实都是会触发我们这样的一个焦虑情绪的 那么很多人就不知所措了 说原来这么多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啊 听上去好像自己的生活身体环境都会影响我们 这怎么办呢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咨询师通常要做的就是帮助来访者去正常化你的情绪 帮助你去处理和控制它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首先要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对象 我们不是针对已经有了心理健康疾病确诊的 比如说如果你在医生那里拿到了 就是确诊比如说焦虑症抑郁症 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等等这样子的确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找的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 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药物治疗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去进行的 第一方面是哀伤与丧失 grief and loss 那这一部分呢比较多的是一些知识的讲解 就像我对Tina说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焦虑情绪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第二部分呢是焦虑情绪的自我调节 我会教大家一些coping skills 也会带大家在线上一起做一些小的练习 来去带领大家在怎么样处理紧张和压力 那第三部分呢会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自我关怀 那么其实这个呢本身就可以拿出来当作一期来讲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去讲一下 好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哀伤 grief 我自己呢是做医务社工的 并且专长在老年社会工作和残障社会工作这个两个领域 在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跟病人老年人或残疾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一听到哀伤这个词 他一开始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抵触的 他甚至会来质问我说 我还没有病入膏肓啊 我现在还挺好的呀 你怎么就跟我谈哀伤了呢 或者是觉得哀伤这个词呢是同死亡是有关系的 其实啊在哀伤的这个定义里面 大家可以看我已经打在这个屏幕上 哀伤是指面对丧失时所出现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反应 以及外在的行为表现 那么这个定义有点长 那我们简单的拆分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把一个情绪一个状态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我加了黑体字丧失在这里 就是说如果哀伤是因的话 哀伤是果的话 那么丧失就是因 那什么又是丧失呢 这个时候问大家 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 在我们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丧失过什么 失去过什么 那其实答案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失去了家人朋友宠物 我失去了我喜爱的某个物品 甚至我曾经青春的容貌 我以前的健康的身体 或者是我失去了某种感觉 我失去了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 我失去了对未来的期盼 或者呢也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结束 比如说两个恋人分开了 离婚了分手了 也有可能是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 比如说是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学习 或者是失去了自由 甚至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一个情感里面 也会有一些失去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 我丢了脸啊我下不来台面 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失去的体现 也就是简而简而言之 就是我们曾经拥有在乎的一些人和事 包括生活状态 所以呢丧失其实是非常多样性的 它并不是指生病残疾啊或者是死亡 这样子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一个状态 那么呢我今天就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四种的丧失类型啊 当然如果很多人能够总结出来 其他的类型也非常欢迎啊之后跟我分享 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多样的 我们其实是很难将它去归纳总结的 那第一种呢是失去一种角色 或者是归属关系 比如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我可能在医生当中就暂时结束了学生 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比如说啊有些人准备离婚了 那他即将失去的是一个配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又比如说啊如果你的父母亲过世了 那么他失去的就是我再也不是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再也不是谁的孩子了 这样的一个感受 啊包括如果是一位这个乳腺癌性存者 他做完了乳房切除手术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身体当中的某一个部分 他同时还失去的一种 大家公论的某一种的女性特质 啊包括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啊当我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我也会感觉到失去了团体感和归属感 这种这些呢其实都是失去的角色或者是归属关系 其实每当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身份 我们自己呢都是会感知到的 都会去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去悼念那一部分失去的自我 那比如说我啊遇到过一些病人 他生病以后呢不管是不能上学不能工作 他还是身份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还遇到过一些人 他原先在家里边是那种啊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的 以一种啊照顾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份去展现的一个人 结果生了病以后呢就是全家人的助力都放在他的身上 他成了一个被照顾的一个人 那不管他的病是大是小 他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状态存在的时间是长或短 至少在当下他作为照顾者 曾经这个照顾者的身份 他其实是丧失了的 好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我想谈一谈的呢是失去安全感 比如说嗯对待曾经受过暴力或者是忽视的人而言 他会对周围的人社区会失去一定的信任 啊比如说曾经遭受过情感背叛的人 啊他会更难去相信现在的配偶 如果一个人我们从小就是在学校的环境当中 总是被拿出来当众出丑啊 像我们现在经常谈的校园的领霸 那经常我刚刚说的那种下不来台的那种感受的话呢 也会让他对周围的人际关系 对他自己所处的环境失去安全感 在我自己从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我接触到了一些病人 呃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史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其实多少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呢 呃是失去的一种安全感 他们会倾向性的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容易再次患病 或者说死亡的风险更高 虽然你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哎 你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历史或者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 嗯你会增加怎样怎样的风险 但其实很多时候现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很多带癌症的患者 他其实活得很长寿的啊 他也没有再复发过 但是因为过去的这样一个经历 他的安全感有所丧失 他会更加倾向性的认为自己会如何如何 这是一种失去安全感的一个一个体现 那么还有一个呢 第三个呢 我我列出来的叫做失去自主权 就是失去了自己管理自己生活事务的能力 呃我我现在呢 是做啊老年社会工作比较多 那原来在中国呢 是做残障研究disability study 那我们在对一个病人进行评估的时候呢 通常会用到两个量表 一个叫做AD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日常生活活动 一个呢叫做IADL 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 那我们医务社工呢 就是通常会对照这两个量表 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呃能力评估啊 Functional Access Assessment 呃其实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啊 呃每次在做这类评估的时候其实是很艰难的 因为你是在直接的去面对一个人的失去啊 无论说这个失去是你眼睛能看见的还是他描述给你的 比如说嗯他能不能够在自己做饭了啊 能不能够在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账单啊这样类的问题 会涉及到说我能不能够自己洗澡啊 我能不能够就是说呃自己去看病自己去表达自己 其实呃这个多多少少都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生活 都所掌控多大程度上去掌控他 那其实他是一个面对一个人失去独立性的这样的一种一种评估啊 失去对生活的自主其实是会引发很大程度上的一种伤感 去很大程度上的一种痛苦和无助 那么这是呃我列出来的第三种叫做失去自主权 呃那第四种呢我我列出来的是叫做失去希望 嗯比如说当生活中的事情违背了我们的期望 当我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和方向应该在哪里 人们常常会感觉到一种挫败感迷失感 觉得不公平觉得很愤怒啊 比如说呃一个很想要小孩子的女性 但是她没有了生育能力 比如说一个很想要自食起立很想独立的人 她没有了工作的能力 那这些的变化和状态呢都会让我们觉得是失去了希望 所以说呢我在下面有一个鞋体加呃加粗 还有画横线的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呢失去身份安全感自主性希望 这些呢都是我们产生哀伤的原因 也都是我们去哀伤的理由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讲哀伤 呃哀伤是对丧失的一种反应 那么究竟是什么是哀伤呢 哀伤这个很多人在讲到哀伤这个词啊 我问大家哀伤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很多人首先会联想到的是一张流泪的脸啊 一段期晚的音乐或者是一个呃令人悲伤的场景 呃其实呢哀伤它既是一种情绪又是一种认知和行为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谈一谈哀伤的表现形式 哀伤会通过你自己的感觉比较外在的一种呃 感觉来去表露出来 比如说可能会是惊吓 焦虑 无助 抑郁 也有可能是愧疚和愤怒 那也有可能你渗入深深的思念 很悲伤 那有些人也会在感觉上产生一种麻木的感觉 那么呢也会有一些人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啊感觉受到解脱了 我突然一下觉得轻松了 其实这些都是哀伤的感觉 比如说我可以举个例子 在呃在我们遇到过这些情感问题来来来求助的人 会会经常有一种愤怒的这样的呃内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觉得说嗯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怎样怎样做 啊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如何如何的告别 那有些人会有很愤怒的情绪 比如说说哎呀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子的不公平啊 怎么这样子的倒霉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还有的人呢会长期的陷入一个啊悲伤和痛苦当中 比如说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一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过 像这样子的一种言语的表达 其实都是哀伤的感觉 呃那么哀伤除了体现在我们的感觉上 还会反映在我们的认知上 比如说嗯不相信事实会自责啊会一个叫做反除 反除的意思就是我反复的不停的思考 那比如说两个人分开以后会会有些人会认为说他还在我的身边 我们是真的分开了吗我不认为我失去了 那他会在认知上有一种不相信和困惑甚至是否定 那还会有人甚至会产生幻觉 那也会有人不停的反复的去思考 比如说这个人离开后的最后的背影是什么样子的 也会反复的去梦见啊那甚至有些人会很自责 我要是如何如何就不会如何如何像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表述 那除此之外呢哀伤也会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 比如说哭泣啊坐立难安心不在焉 有些人会有一种暴力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甚至去嘶吼辱骂啊周周边的人 那还有一些人呢会很积极的呼求啊 像我们中文表述里面经常会说 哎这个人病急乱投医啊 那其实是哀伤在我们行为上的一个反应 那也会有回避和退缩 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人他像鸵鸟一样的把头啊埋在沙子里面 其实呢也是哀伤在我们行为上的一个反应 那当然了哀伤对我们的这个生理也会是有一些影响的 比如说啊睡眠失调 食欲不振啊或者是我们的疾病啊加重了 所以我之前跟啊听那说今天哀伤讲座里面会涉及到焦虑和紧张 因为他们是哀伤的表现形式 当然哀伤也会有啊其他的表现形式啊就拿刚刚得知自己生病的人来说 有些人紧张啊有些人麻木 有些人积极的去寻求帮助有的人呢就是回避退缩 我不想去谈论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一些呢都是情绪的起伏和变化 并不说只有紧张或者焦虑这样的一种表现形态 也不是说只有紧张和焦虑才需要被关怀被看见 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心理辅导 好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会说那我这样的一个焦虑行为啊退缩回避也好 OK我明白了是这个哀伤的一个表现形式 是我对生命中丧失的一个回应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吗 那答案是no啊 因为在哀伤这个啊理论里面呢 那有些人把哀伤分为四个阶段 有些人把哀伤分为五个阶段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去简单的讲一讲五个阶段是怎么回事 那第一个阶段呢是否认和拒绝 那么哀伤的人呢拒绝相信事情已经发生 或者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在逃避自己所丧失的事实 他会试图告诉自己一切没有改变 试图保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 那比如说我之前说过丧失可能是丧失一个身份或者是自主权啊 他会拒绝接受自己失去了管理自己生活事物的能力 那我们自己在做能力评估的时候呢 会经常碰到一个刚刚出院的人 你问他什么他就说哎 这事我可以自己做 这个我可以 或者是很很努力的在用原来的方法做事情 比如说很多从这个rehab出来的人 可能你的医生会给你order home health 可能会有physical therapy 或者是occupational therapy来到你家里帮你做一些康复训练 那么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倾向于去against去fight 对不对 那其实呢 他会拒绝一些帮助 不但给自己的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也会让照顾他的人 就是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或者是冲突 甚至有些人都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就好比说你自己切断了与外面 这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 那么度过了否认这个阶段呢 很多人会变得愤怒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愤怒 或者是责怪别人 或者是责怪自己 然后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反思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不怎么怎么样 我就不会如何如何 那我之前呢 遇到过一个病人的家属 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那这个病人呢 他这个精神上已经非常不太好了 那这个病人家属在我们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他不太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说 我们如何制定这样的一个照顾和治疗的计划 我自己要在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总是去反复的思考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患者呢 他总是在自己的言语当中 就是有涉及到之前的家庭的纠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就这个家属呢 他就会反复的去想 是不是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 导致了我父亲我母亲 现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那我自己在其中是有个什么样的责任 然后就来来回回的反复的自我悔恨 甚至是跟我去解释说 过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看到这样的照顾者啊 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些着急 就是哎呀你不要再去纠结过去了 但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聆听的耳朵 因为我们明白他其实在经历着哀伤的过程 那么第三个过程呢叫做协商 有可能是和自己 有可能和他人 甚至有可能是跟自己的信仰 通常人们想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 想着说哎我奉献一些东西 来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我跟某一种某人 或者是某种信仰 我达成某种协议 那也有一些有信仰的人 他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寻求 尤其在东方文化里面 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会去讲轮回 讲果报 那其实呢 如果一个人反复的去 长时间的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他也是在经历哀伤的一个阶段 那么接下来呢 是几乎所有经历过哀伤的人 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叫做沮丧 通常也是非常难度过的一个关口 这个时候呢 人们可能会觉得疲倦 很有无力感 会失去生活中的目标 甚至有一点点就是说 自我放弃的意味 不想改变什么 也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改变的 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为抑郁症 或者是有些亲身的念头和行动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 是接受 这个接受其实是不同于第三个阶段的协商的 这里的接受呢 是聚焦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开始为达到未来的目标而努力 开始重组你的生活 开始在丧失中看到新的可能性 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主动的思考和计划之后的生活 对于已经失去的 你开始能够合理的安放 无论你失去的是一个人 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状态 而是你的健康 还是一种身份吧 你不是你能够去 更加平和的去 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然后去着眼未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哀伤啊 它既是一个状态 它又是一个过程 它是有阶段性的 并且呢 哀伤的这个过程啊 它不是 一条单线 就是从一一直走到五 不是这样的 它是会反复变化的 啊 我在下面画了一个图 一个圆圈叫丧失导向 一个圆圈叫恢复导向 那这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丧失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的一个 一个反应 在丧失导向里面呢 你这个哀伤的情绪 会作为主导 在恢复导向里面呢 人的自我疗愈能力 啊 修复力 会作为主导 那么人的情绪呢 是在里面是 来回摆动的 这种在两种状态里 来回摆动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正常适应的 一个过程啊 但是 总体的 你是在向下的 是在慢慢的去 做一个接受的 但是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你是导向 丧失导向这一边 还是说 你长时间停留 都在恢复导向这一边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 总是陷入在悲伤 愤怒焦虑里面 还是你每天就是 很有目标 很有冲劲 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一定要渡过难关 无论是 偏向哪一方面 长期的偏向哪一方面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不好的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 通常大家也有这样的体会啊 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 总是说 哎呀要坚强一点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会变好的 甚至于说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以来帮助你啊 其实呢 这是一个蛮糟糕的安慰 因为对于哀伤的人来讲啊 他需要的是 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一个过程去充分的表达他的哀伤 而不是说 我尽我所利 通过外界的力量 去截至我的哀伤 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 什么是哀伤 什么是丧失 哀伤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哀伤的过程是什么 因为就当你明白 你的情绪从何而来 那你的 你对你的 你的情绪是对丧失的一种 合理的表达 你正在经历哪一种情绪 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才能说 嗯 那我明白了 我现在是怎么了 你也可以 你才可以对 这个正在陷入哀伤情绪的 这个家人朋友去说 OK 我明白 你是怎么了 所以呢 我们心理咨询师呢 在做哀伤心理辅导的时候呢 第一步就是要阐明 你的哀伤情绪 无论他的表现形式是焦虑 紧张 悔恨拒绝啊 或者是这个退缩 这都是正常的 那同时我们也需要让对方明白 为什么这些是正常的 OK 好 这是我今天 讲座的第一部分 那么下面一个部分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 焦虑情绪的自我调节 那我今天单独呢 把这一块拿拎出来讲啊 因为它是哀伤表达 喜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嘛 尤其是啊 当我们面对一些压力源的时候 一个啊 非常正常的一个 一个反应 而且因为这个 Tina的要求说 我们很多人在得知这个 生病的时候会恐慌 啊 会焦虑 啊 如果我们刚刚说到的 各种丧失的类型啊 都是一个个的压力源的话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发现啊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是非常容易遇到压力的 特别是当自己生病 或者是有重大 人生事件发生的时候 生活在发生改变的时候 都是一个一个的压力源 那当我们面对这些压力源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呢 它可能会有三种啊 一种呢就是fight 我跟他去抗争 一种呢就是flight 我逃跑 还有一种呢是freeze 我僵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好像 人在受到刺激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就 停住了 停摆了 其实这种 这三种状态啊 你是没有办法去很好控制它的 有的时候 特别就好像自己 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开关啊 突然被打开了 那么焦虑呢 其实就是当中一个 非常常见的应激反应 比如说对压力源感到难以置信啊 无所适从 很多人生理上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这个 情感麻木 这个呼吸急促 入睡困难 甚至有些严重的人呢 会产生一种短暂的迷失感 哎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我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这些都是应激状态下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通常呢 这种呢 是比较短暂的 因为是急性的啊 能够通过对自身对压力的调节呢 慢慢的恢复正常 但是如果压力源持续不断 或者是说呢 你不主动的自我调节 你要你长期的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应激状态下呢 那慢慢的 他就会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慢性的一个心理疾病 所以呢 今天我来带大家呢 就是教大家一些coping skill 一些一些小技巧 啊第一个呢 叫做定向着陆技巧 这个呢 特别适合用在呢 面对出发突发的事件 或者是获得了重大消息 突然产生迷失感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嗯 特别是在经历一个可怕的事件以后 在知道一个令人 令你担心或害怕的消息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呢 过于激动啊 或者不可抑制的去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哪一步哪一步哪一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定向着陆的方法来 来让自己放松下来啊 他的原理呢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 从你的内心思考转向当下的外部世界 那我可以给大家啊 举个例子 啊 你可以以一个 比如说现在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啊 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坐着 然后慢慢的深呼吸 就不要闭上眼睛 就去用眼睛观察你的周围 调动你的视觉 你说出五个 让你看到觉得不难过的物体 比如说 我可以看到我的电脑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的水杯 我看到了我的键盘 我看到了鞋子 看到了地板 然后呢 你再接下来深呼吸 去调动你的听觉 却试图分辨出五种 让你听到了 不悲伤的声音 比如你可以说 我听到了一个人在讲话 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 我听到了这个钟 滴答滴答走的声音 我听到了楼下有车开过的声音 我听到了电视的声音 之后呢 你可以再进行一些呼吸调整 然后呢 去调动你的触觉 你可以说出 你当下能够感觉到的 五种 让你不觉得有压力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 我可以感觉到 我坐着的椅子 我可以感觉到 我鞋子里面的脚 我可以感觉到 我的背靠在垫子上 我可以感觉到 我腿上搭着的一个毛毯 那如果你现在不再说话的话 你也可以去想 我可以感觉到 我的双唇是紧贴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练习呢 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其实就非常建议大家 在有应急焦虑 或者应急恐慌情绪的时候 找个地方先坐下来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帮助我们把自己的思绪 暂时的离开压力源 回到外部的那些中立的感受和事物上 就等于是你自己主动的去切断 你和压力源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呢 听上去是非常简单的 但其实呢 就是真到你有应急焦虑的时候呢 是很难做到的 这个我明白 所以呢 我很建议大家 平时可以多加练习 比如说你在等车的时候啊 或者在等微波炉转动的时候啊 可能就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练习一下 如何的去调动你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来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外部的环境当中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让你的家人和朋友 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 如果你在有应急的焦虑 恐慌情绪的时候 你旁边有个人 他可以带领你 去做这样的一个 定向着陆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去年啊 当这个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作为志愿者 远程的给武汉封城的那些 医务工作者和这个居民 做心理援助的时候 这个定向着陆的技巧 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而且是非常能够让人在快 就是紧张 快速的去让他平静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技巧 那么第二个练习呢 我想介绍的一个叫做 渐进式的肌肉松弛练习 我们呢 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啊 其实经常是紧绷的状态的 但是你自己是察觉不到的 那么这个练习呢 就在帮助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 进行渐进式的肌肉松弛 让你感受到这个肌肉它紧绷 和肌肉松弛之间 它一些微妙的一些差异 然后呢 帮助我们在以后 当你身体紧绷的时候呢 你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察觉啊 并且提提供一个舒缓的方式 那么如果现在你是坐着的话呢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练习 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坐着你的身体 将你的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你要去感受这个脚着地的感觉 把你的双手放松的放在大腿上 之后呢 根据我的指示 吸气和呼气的时候呢 我会请你紧绷你身体当中的某一些肌肉 当你紧绷的时候呢 我需要你屏住呼吸数三秒 然后当我在提示你呼气的时候呢 你彻底的放松肌肉 好 那我们闭上眼睛 坐着身体 双脚放在地面上 感受着地的感觉 我们先从脚趾头开始 我请你吸气 紧紧的蜷缩你的脚趾 保持紧绷 甚至让它感觉到一点疼痛 屏住呼吸 数三秒 一 二 三 呼气 彻底的放松 你呼气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 都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你要感觉到你的脚是彻底的放松 甚至能够感觉到一点麻麻的感觉 能够感觉到你的血液在流回到你的脚趾间 下面呢我们要紧绷你的大腿 要你整个腿部肌肉保持紧绷的状态 吸气 紧绷 你可以用力的用脚去踩这个地面 用力的去踩 停留三秒 一 二 三 放松 吐气 这个时候你要让你的这个 这个腿完全的放松 甚至你的脚呢 觉得好像 和地面都有一点点的距离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时候肌肉会有一点点的酸痛 要感受这个血液在往回流 那接下来呢 是腹部 保持腹部的收缩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 你要用力的往里面挤压 同时呢 你可能还会感受到这个侧腰啊 有一些挤压的这种感觉 好 吸气 紧绷腹部 停留三秒 一 二 三 放松 吸气 吐气 这个时候呢 你要感觉到你的腰腹呢 完全的放松下来 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变成一个 一个正常的呼吸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请你这个握紧拳头啊 然后弯曲你的这个 这个双肘 然后呢 可以稍微弯一点腰 然后让你的这个 这个肘啊 和你的大腿 贴在一起 就是往 往腿上压 哎 身体像蜷缩 对 对 然后用力的握紧手 肩膀 这个手臂 都 都紧绷 吸气 一 一 二 三 再放松 挺直你 你的腰 可以把你的这个 手也放松 你会感觉到这个手臂 特别是手掌 这个肘部 有一点点的酸痛 最后呢 让你耸肩 就把这个肩膀怂起来 对 然后呢 下巴 回缩 就尽量用你的下巴 来去找你的这个 这个胸腔 把那个肩膀向 耳朵上 这个方向往上提升 然后紧绷你脸部 所有的肌肉 比如说皱紧眉头 撇个嘴 这都是可以 紧绷你脸部 所有的肌肉 你如果你想 加加强用力的话 把这个拳头也握住 这样子 吸气 一 二 三 就是最后到头部 这样的一个脸部的肌肉 就进行一个紧绷的一个训练 最后呢 是一个放松 把你的下巴 慢慢的贴近你的胸口 深深的吸气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 头向右 向后 当你偏向左的时候呢 在缓缓的吐气 回到最开始 可以再来一遍 吸气 向右 向后 吐气 向左 回到正中 那么 在慢慢的 睁开眼睛 调整呼吸 结束练习 这个呢 就是渐进式的肌肉松弛练习 我带大家做了一遍 其实不难的 比如说呢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特别是早晨醒来啊 或者睡觉前啊 你大概就花个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特别是当有一段时间内 你感觉到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的压力 同时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察觉不到你自己的身体 你的肌肉 一整天都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的 那你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去分别 出来 它细微的一些差异 来去控制你的肌肉 那么第三个技巧呢 我们叫它心理感觉急救箱 feeling survival kit 那我们很多人的家里呢 都会有一个医药急救箱 比如说你放上窗口贴啊 点酒啊 这样的一些应急的药物 但其实啊 我们家里啊 最好也有一个心理急救箱 通常呢 我建议我的来访啊 会在家里的走廊 或者是厨房的冰箱上 就是你每天都要来回经过 很容易看见的一些地方 你放两张纸 一张纸上呢 是你的这个手掌印 有五个手指头 另一张纸呢 就像我这个屏幕上画的 一个小房子 不用画的很很很漂亮啦 就是一个屋顶啊 两个墙壁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手掌印啊 我们是用来做五感练习的 那大家都知道五感分别代表着听觉 嗅觉 视觉 味觉和触觉 对吧 那么这每一个手指头都各代表着一种感觉 你可以事先花一点时间来去回想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五种感觉 分别是什么 啊 你可以写在这张纸上 每个手指头上写一种感觉 你也可以就是记在你的脑海里 比如说我会写的是听觉 潺潺的流水声 啊 嗅觉是 啊 清早刚修剪过的草坪的清香 啊 这个视觉我可能会写的是 啊 黑夜里繁星璀璨 味觉 我可能会写的是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触觉我写的可能是冬天摸着毛茸茸的毯子 那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觉 是一种能让我感觉到轻松 舒缓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我把它写在这个五个手指头上 放在一个我经常能够容易看到的地方 那当我有焦虑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说当我做家务觉得好烦躁啊 小朋友在旁边总是吵我的时候 我瞄眼这个手指头 我会哪怕停留那么三到五秒钟 让我refresh 就像这个闪回一下子 回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感觉当中的一两种都可以 让我去回想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特别是当如果你 哭泣有压力 特别呃长时间的陷入在一种这个这个情绪没法平静的时候 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能够把你带回到这张纸的面前 然后你就看着这张纸你依稀的一一次的去回想我喜欢的这五种感觉 其实是有帮助的啊 那么另外一张纸上呢 他画的呢 是一个小房子 我们叫他your safety place 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回应一下一个让你感觉到舒服的地方啊 他可能是室内也可能在室外啊 你可以尽可能多的去回忆里面的细节 回忆到你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的细节啊 如果可以呢 能够画出来呢 你可以把这个细节画在这个房子里 如果画不出来呢啊 你可以写下几个关键字啊 就比如说我喜欢的感受是什么 我喜欢下雨天啊 屋子里面的壁炉里面烤着火 然后我盖着毛绒的毯子 我听着音乐 我看书 那这个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感觉 有场景 那我不太好画出来 那我也可以在房子外画点雨滴啊 里面画点壁炉啊 画一本书啊 在里面 那我同时也可以写下雨天 壁炉 毛毯 音乐 和书 我就写在这个房子里面 他提示我 我喜欢的是那样的一个场景 那样的一种感觉 啊 又或者如果你的safety place 是在户外啊 是在hiking啊 那你可以在这张纸上画一些树啊 水啊 花啊 或者你可以写啊 森林 阳光 土壤 啊 就那么几个关键字 他提醒你回到你舒服的那种感觉的状态下 那其实这两个两张纸啊和我最开始说的定向着陆 它是完全相反的 定向着陆呢 是把你的注意力从你当下的情绪转移到你外部的一个世界 那么这两张纸是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外部的时间 你当下的感受带回到你的回忆里面 带回到你的注意力里面 要你去专注自己内心的思考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反的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练习正向练习可以反向练习 所以呢 我其实很建议 我身边的很多人啊 都在家里准备一个这样子啊 fading survival kit 放在家里比较显眼的地方 你时不时的停留一下 让自己去回忆那些 思考那些 沉浸在那些 自己舒服的这种状态里面 有点像冥想 但是他不需要你坐下来 花很长的时间 又是很舒服的姿势 或者放着音乐 如果你的家人也知道这样子的 你在用这样的一个小技巧的话呢 在你很难让自己内心平静的时候呢 他们能够帮助你 把你带回到那样的一个地方 带回到这个kit前 所以这也是一个一个小技巧 那就像我们啊 我们经常说 你的身体啊 经常活动啊 才能保持你这个 这个身体健康 那我们的心理健康呢 其实也是要 做很多的锻炼的 特别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在面对很多 应激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的心里 没有办法很快的调节过来 那所以需要我们平时的一些的练习 一些积累 很多都是三到五分钟 甚至是几秒钟的一些闪回 那你常去做这样的练习 有意识的去准备 那么在你需要它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自如的运用出来 就像呃体育锻炼一样 就是你跟一个从来不跑步的人说 说你现在啊 这个身体出问题了 你要通过跑步这个锻炼的 这样一个方式 让你的体重降下来 你要每天定时的去跑步 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第二部分 啊 焦虑情绪的自我调节 我教给大家三个 这个呃小的技巧啊 其实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 和家人一起进行一些啊 一些锻炼 呃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自我关怀 我会很快的去说这一部分 我们现代人啊 常常说我们要爱自己 要关怀自己 那到底什么是自我关怀呢 所以就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呃 去缓解焦虑的小技巧一样 我反复的跟大家说 这些技巧是需要练习的 是需要刻意的去准备的 是需要平时去操练的 那么自我关怀是一样的道理啊 自我关怀是需要刻意的 不是说我有时间就做 我没有时间就不做啊 很多人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争论当中说 哎我每天都很忙了工作家庭学习啊 社交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自我关怀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想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心理的状态的话呢 你需要刻意的分别出来一段时间来去进行自我关怀的 那么自我关怀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啊比如我我喜欢做的看书啊 听音乐啊 看电影啊 画画运动啊 甚至有些人说我发呆 做家务 我整理房间 也是自我关怀 哎那有人就会觉得说 怎么发呆啊 做家务啊 这些事情都能成为自我关怀呢 啊 其实呢 自我关怀就是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并且享受的事情 能够让你在一段时间沉浸下去的一个事情 就叫做自我关怀 那很多人去说 啊 现在社会啊 我也了解了很多的啊知识啊 这个啊 这个体育锻炼 能够让我们分泌多巴 安安的让我们快乐 那我就多多的参加体育锻炼 但是你要问问子 你真的喜欢锻炼身体吗 你周围的朋友每天呃 每周去一个两三次进 然后大汗淋漓的很开心 回来很开心 你这样做你开心吗 很多人是不开心的 其实 所以说自我关怀的第二个要素就是 一定要真实 啊 那有些人说跑步会让我心情好 经历好 但是我真的不爱跑步啊 我穿上鞋子我出去跑步就好勉强 我好累啊 我一点也不享受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放松 那有些人讨厌做家务 但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收拾屋子 啊 他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摆放整齐了以后 他会很享受 他会沉浸在我如何去归纳整理这些物品的时候 他会觉得是一个很舒服 很能沉浸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自我的关怀 所以自我关怀一定要真实 不是说谁说怎么样怎么样就好 要就要去照着那样去做 要强迫自己那样做 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然后刻意的分别出一定的时间 来去做你自己让你觉得舒服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 哎呀那我最舒服的事情 就是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吃着薯片喝着可乐 那是我最舒服的事情 那我就刻意的去做真实的自己吧 我每天分别出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样做好了 那么你就混淆了这个自我关怀 和自我放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所以自我关怀的第三个要素 就是要去做对你长期有益的事情 在有些情况下 纵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 可能短时间内会让你觉得很快乐 但是长期来看呢 反而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 比如说无节制的喝酒啊 暴饮暴食啊 打游熬夜打游戏啊 或者是有些人在分手以后为了 缓解自己的哀伤 去很快的陷入到一个刺激但又危险的亲密关系当中啊 那这些行为啊 都不叫做自我关怀 因为它是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去获得短暂的快乐的 所以呢 好像说了这么多 大家就就就很confused了 那那到底要怎么样做吗 我喜欢的不能 我喜欢的要去做 但是太喜欢的又不能做 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内心 都其实是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的 你要有一个自我关怀的意识 然后去察觉它 去发现它 去思考它对你是否是长期有益的 你做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快乐 或者你是否真的能够有条件去刻意的分别出这个时间 进行一个长期的自我关怀 那比如说有人说我这个我的自我关怀就是去 世界各地的海滩去去做的 但是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你也不能去很规律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缓解自己的焦虑 那你可以去换一种在家里面其他的 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这些呢都是自我关怀为什么重要啊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嘛 那在坐飞机之前 飞机起飞之前 我们的空乘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指导 那空乘往往是怎么说的 当氧气罩掉落下来的时候 首先你要自己带上 然后再给身边的人带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去讲自我关怀 因为这个本身是可以拿出来一期来讲是有很多内容的啊 就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自我关怀的重要性啊 也是很鼓励大家把一些coping skill 我刚刚教他的三个coping skill 特别是这个啊 survival kid 那刻意的去在家里进行一个准备 那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关怀的一个一个方式啊 能够让我们在啊应急的焦虑和恐慌的状态下呢 能够比较啊快的进行一些调节 不至于让我们啊长期的陷入到一种哀伤或者是的某一种阶段里面 让他发展成为一种心意的疾病或者是啊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那么呢今天这就是啊大概今天的讲座的内容啊 接下来呢还会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是我们的这个啊问答的时间 那Tina你要不要来啊主持一下或者是 好啊谢谢小宁我先把这个recording start一下啊 好啊